欢迎你继续回到新闻大白话 我是王上志 我们来关心几个 在最近新闻非常热议的 这些人物和事件 在台湾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先前有关于北农的这个人士 农委会和包括台北市政府方面 两大势力的这个对抗 那么现在是由北市府当中 其实所提名吴芳明 要接任北农总经理了 但是农委会提出反对 然后这个反对也包括 具体指明说吴芳明在去年 还发生酒驾自撞 那么引起重大的争议 认为会有形象有不良影响 农委会现在提出这个东西 我想我们在印象中 对民进党当中的 各式各样的官员 酒驾如果是按照参与人的标准的话 酒驾不只是可以当官 来看一下哪些 其实过去在绿官绿营的 酒驾名单当中 包括党产会的主委林峰镇 府院的发言人 刚刚才闹外遇事件的Colars 还有包括先前都知道的 这位大佬 住前新加坡的江春男 司马文武 他都是先前有酒驾 依然继续当官下去 那么现在吴芳明 现在为什么可以拿来说三到四 来看一下 当然吴芳明也表示了 他认了酒驾 是自己的人生污点 虽然没有撞到人 是自己撞了 但是他提到他再犯就要下台 他说他绝对不会再犯 不会有任何的部分再犯的可能 那么当然讲到这点 农委会反对 也不先来看最近陈吉仲 陈吉仲因为在这次 北农事件当中大举又出现 而且他现在的这个事情 我看到 对不起我看了 我自己看都笑了 他在这个对话当中 访问的时候提到说 他说有多少人看到 农业部三个字 就是说农委会变成农业部 会有多感动你知道吗 这个是就是那个鸟飞过去点点点 所以真的是 是很感动 是因为他8月1号 难道再也没有人可以跟他竞争 他就要顺利的当农业部部长了吗 是这个原因吗 所以他自己好感动吗 是这样子 当然因为最近有很多人提到 进口鸡蛋多到报废 坊间当中其实也有脸书的贴文 社群的贴文有很多 柯文哲批评政府失能 但是农委会是这么解释说 现在其实这种所谓 确实有供过余求 是现在整个鸡蛋 总体来说已经进口了 1亿7千多万颗 我有算一下价钱 好可怕 政府要补助的钱 那么但是 导致了持续的下滑 甚至臭掉报废 库存有800万颗 但农委会这是 外界的刻意炒作的不实言论 是这样吗 我们看到真的是很多 一般民众的贴文 他们看到的 当然现在有关于农业方面 有关于现在农业方面 还是继续除了台东之外 那么现在南投现场 许舒华也计划 7月中旬要率谈到 中国大陆行销 南投的观光农产特品 在两岸观光的时候 南投真的是最受欢迎 日月潭那个地方 真的农产品卖得死去活来 现在要继续来努力 但陈吉仲也当然还是 批评跟反对说 不要集中单一市场 还是像日本 我们行销日本还是很好的 所以当然赖清德 现在在民进党方面 所在认为 不要把经济锁在中国 民进党最近针对 有关经济产业 金融的部分提出 主要是在骂福茂 是这样子 当然林楚英也还特别指出说 台湾方面正在摆脱一中市场 那么现在主要是说 国营 就所谓台湾的国政府经营的银行 像台湾银行 土地银行这些 曝显对中国有65% 那么反福茂九年之后 降到25% 你说以前很风险 现在就很低了 只不过现在这个数字 我们也看到 台湾的国营 就国家银行的部分 对美国的曝险金额 可是这么高 我的骂 然后突然历史新高 你现在所比较 跟中国大陆比起来 中国大陆曝险是少多了 这样子每次寒冰 为什么每次提 特别提到这种 经济产业数字的时候 民进党都显示他们的无知 他无所谓 因为他就是随便拿一个数字出来 反正他知道他的知识者 他随便为他什么 他们都会相信 我讲实在话 民进党的中正知识者 大家不是没看过 台湾的人再怎么乱讲 下面还是一篇骄傲 确实这么简单 所以数字错有什么关系 根本不重要 他随便讲就好 我是觉得 民进党最厉害的就是这一招 就是每一次都用很奇怪的标准 在衡量别人 就是你酒驾 当初古拉斯被人家骂翻了 你们还让他越升越高 当发言人还去选花莲县长 你们都觉得无所谓 那现在吴芳明酒驾 你们又觉得非常严重 会损害农委 这个农委会的形象 会损害北农的形象 如果说你们怕形象的话 那陈吉仲怎么还会在位置上 陈吉仲你史上最烂农委会主委 大家把你骂翻 就算是你 过去苏贞昌内阁所有阁员里头 你的仇恨度是最高的 第一名 那你为什么还留在那个位置上 你为什么赶快滚蛋 你自己的仇恨值最高 你的形象最烂 你怎么好意思还待在那个位置上 然后讲这个什么 有多少人看到农业部三个字 会感动 为什么要感动 有什么好感动 就字不一样 农委会农业部 一般人哪有什么感觉 根本不会有感觉 唯一有感觉的是谁 就是想要当部长那个人 才会有感觉 没错 不就是一般人哪会有什么感觉 农业部农委会 关我什么事 叫什么名字有差吗 你叫农业托儿所也无所谓 谁管你 是 是你自己在爽 因为你在暗爽 我快要当农业部长了 完成你的毕生心愿了 可是问题是 老实讲 你当什么长没有人在乎 重点是你把台湾的农业搞烂 这才是我们最在乎的一件事情 当初说没有缺蛋 一死压的嘴硬 说根本不会缺蛋 这个都是谣言的也是你 后来大量进口的也是你 然后现在进口的进太多 报废了也是你 那请问一下 你到底懂不懂 你这个 你不是号称农业专家吗 为什么做出来的烂事一堆 然后完全不会救农业 只会在那边扯后腿 人家好不容易要行销到大陆去了 想办法打破这个 让我们农民能够多赚点钱 你还在那边讲风凉话 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你去日本销得很好 我们被中国大陆禁掉的这些 凤梨 四家这些东西 日本市场有开拓吗 有 大概连中国大陆市场 一百分之一都不到 而且去还要亏钱 对 这就是农业会干的好事啊 陈其中你敢讲吗 是 你有办法你卖日本去的量有 像卖去中国大陆那么多吗 利润有这么高吗 而且有补贴 是啊 农委会就是用大量的补贴硬塞给别人 当初不是有个二百五说要 要让日本吃石斑鱼吗 来啊 日本到底吃了几条 所以 我觉得这些人都是用骗的 就是他们知道 他们的始终自治者 根本不会去管事实是什么 反正我就在那边胡扯 然后大家就会胡信 赖兴德现在也是一样 林楚廷也是一样 这些人都一样的 如果中国大陆风险真的这么高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对他经济依存度 还要百分之四十几 是 你在干嘛 对 你赶快要求全部撤退啊 对不对 这么危险的地方 那我就请教一件事情 如果这个地方真的这么危险 你觉得厂商为什么要去那边投资 没错 他为什么在那边做生意 他是怎样 他们都是冒险家 觉得要风险高才好玩 是这样的意思吗 人家商人看得比你准嘛 为什么他还要在那个地方投资 就表示他认为有利润 是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政府 如果还是要用这种 不断的欺骗人下去 一定会被人家看破手脚 我觉得年轻人的离开 已经对民党是个警讯 你们再不注意 我跟讲连老年人都要开始跑 曾宇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农委会主委沉寂重 他为什么会看到农业部很感动 当然感动啊 我的预算多这么多 我能不感动吗 值党都提升了 是啊 全部值党全面提升 我的预算大撒币的机会又更多了 当然感动啊 但是对于台湾人民来说 你去看看为什么连民进党 他们在台南 屏东 高雄这些 为什么开始有人认为 他的支持者松动 就是因为农业搞得乱七八糟 你让你这些原先原有 对你最支持的这些农民们 所有的出口完全被你们斩断 然后你现在只是不断的去捕捉它 要改善你的农舍 要去做捕捉 然后要让你的机器来提升 但是迈不出去请问一下农委会主委 你到底做了什么 所以你的感动让人家是真的是 嗤之以鼻 那其实同时我想说一下 就是在于我们北农的部分 你说吴芳明他今天你 农委会你全面的反对 其实坦白讲 赢者权不就是你民进党双标的表现吗 绝对的权利就是绝对的腐败 你的府院党全部的发言人 统统都酒驾 然后你的党场会主委 你的驻新加坡代表 还有你的文化总会的副会长 通通都有酒驾 你们怎么都不去检讨呢 你现在 我觉得你这是双标 双标跟信搜真的是民进党的DNA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你们自己双标 连自己人都看不下去了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看 柯文哲为什么会批 柯文哲讲的就是实际的民意 柯文哲他在那时候淡荒的时候 他第一个就直接跑到淡农的最前线 他去看他们现在生产线出了什么问题 现在目前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但是你农委会做了什么 你大量进口了这么多的进口蛋 你现在让所有的蛋农 全部都要压缩他们自己 以量自驾的方式 请问一下你农委会 替蛋农做了哪些事情 还有我直接说了 我们很多人的诚情都诚情到说 这些进口蛋全部都发霉了 这是 这些东西你认为 这个是你的机关算计 这是炒作吗 这是事实 这是民意 所以民进党政府你远离民意真的太久了 你要去看看 民生在最基础最基础的地方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们完全不看 现在在那边跟我说 你升格农业部你在感动 这些人看到你讲出这些话 都要痛哭流涕了 你的民进党我真的觉得 你们要好好看清楚 当初你们在街头上呐喊的时候 跟现在的民进党 我真的认为 这些当初的民主先进 你真的会看到 真的是会淋回 真的会高血压了 后知 先讲方明 方明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国会助理 然后在嘉义跟云林都当过官员 其实他一个非常有视野 又了解基层的一个人 所以其实我觉得 当然酒驾的事情 我们当然就是说 他那绝对是不好的事情 但是反正民党 刚酒驾这么多也讲过了 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可以看 方明上任之后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我相信会比民党那些官 做得非常非常好 他是一个接地气 又有视野的一个人 我觉得大家可以慢慢看 那我要讲的是说 对于这个东西 你曾经这时候出来讲这些 你应该要推 吴方明这也不是一天两天 你有本事你在前面去处理 你斗输了之后再来讲这种话 真的很好笑 因为你已经打了延长赛了 第一时间你们的官股 通通退洗腰留会 再打一次给你多了三天时间 你还是拗不回来 表示你农委会在这些 农业团体里面有多天路人员 大家不相信你不愿意再给你机会 所以这些人大家都知道 他们圈子里面都知道 所以还是给他再一次机会 那他要去讲说大家不要 什么高端市场 不要鸡蛋弄在同一个篮子里 你的鸡蛋问题就处理成这样 你还好意思讲鸡蛋弄在同一个篮子 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 陈吉仲是有史以来我们看到 产销失衡最严重的一个农委会主委 没错 然后他在讲说他的外销成果 基本上都是补贴 就是拿钱去补贴 地方首长 你许说许说阿佑你这钱去补贴 把那什么芒果坐飞机到澳洲 然后凤梨到日本那样的玩法吗 其实卖得好不好 大家心里都有数 我要讲说为什么 讲产销失衡这件事情最严重 就是说我们去看 因为你今天讲说他要去高端市场 高端市场就是你的品质要好 你品质要稳定 要有规格化 你不断的产销失衡 你怎么可能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 而且要改善基層的产销失衡 对 你就是说你要把那些 就是产品要规格化 什么东西是最好的东西要卖到哪里 而且甚至其实你要去搞清楚 当地的使用习惯 比如说我们这样讲 前一阵子端午节 台湾不是在炒南部不中 北部中 你把北部中卖到南部去 你就卖不掉 对 那你同样的状况 同样都是一个日本 北海道跟东京吃的东西会一样吗 所以你要从那个市场的末端 去搞清楚说他要什么东西 我应该产出什么东西 然后我要怎么去改善这个品质 那你今天来讲 你不断产销失衡 你就是不可能去做到这些事情 那你今天来讲 像台东的试驾 凤梨试驾 凤梨试驾 而劳青年的做法就是这样 现在的地方政府不是去大陆被统战 他们是在做规格化 没有错